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日行路白離 月落霜滿地 風聲隔離 草木碑 亦不亦未盡 無盡鳥沾起 今晚人後提 雲之江湖風浪線 踏穿風浪來找你 作曲 李宗盛 胸懷下雨衣 無悔天和地 天山英雄成功時 空間會鼓勵 紅粉為自己 天涯一朵星星 塵風時我想失去 被今夢中獻給你 對 是 雞吃米 我剛剛看到一隻雞在吃米 雞在哪兒 那 那就在那邊 在外面 你沒事吧 我都快被人嚇風了 又在搞什麼花樣啊 我跟你說啊 現在 我們很安全 而且比以前更安全 因為夢神通啊 把你當成了谷之華 所以她暫時不會傷害你 可是我 我不是谷之華呀 你當然不是了 可是現在你必須假裝是 那你呢 你把我當成谷之華了嗎 我 我當然把你當成是 你當然是立勝男咯 我告訴你啊 你把你的脖子外頭 找到一個既安全又隱密的地方 你啊 可以一個人在裡面 好好地練功 沒有雞 一隻雞都沒有啊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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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裡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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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裡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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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 人家 你不要走 師父 你不要走 师父 师父 不错 你已经死了 你早就该死了 你早就该死了 我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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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脸上的星际不见了 你不觉得这样子好看多了吗 我 起码 比你原来看起来和善多了 也没有那么重的杀气 你是怎么除去我脸上的亲戚的 这是始料未及的 原来我是想用玄女心经 帮你恢复你原有的功力 只可惜却没有成功 可是 它可以使你恢复原来的容貌 原来的容貌 我原来 我相信你原来的脸 并不是这么难看 就像你原来的心 并不是这么残忍的 只可惜你跟错了人 如果你的师父不是孟神通的话 大小姐 请你不要侮辱我的师父 没错 他是你的师父 也是我的亲生父亲 你 你 你已经承认 他是你亲生父亲了 骨肉亲情 是上苍早就安排好的 就算我能躲开一生一世 可是思念的心 却永远挥不开 从我一开始知道我的身世以后 我就一直生活在 痛苦与矛盾之中 我所爱的人 不能爱 我要杀的人 却永远下不了手 而爱我 疼我护我的人 是我的仇人 最叫我难堪 痛恨的你 却是我的亲生父亲 生我之情 和养育之恩 在我的世界里 却是最深 最强的对立 这就是我的命 命中注定 我在这个世界上 又做个尴尬的人 不提这些了 跟我的药室去 做什么 是使另一种药 也许能够帮你 恢复功力 不需要 为什么 难道你不想恢复武功 一个人没有武功 顶多被人杀死 而有了武功 却要杀人 我不想再杀人了 你帮主 别以为只有你才能解开穴道 你这种偷鸡摸狗 下三路的暗算手法 丐帮弟子还算什么英雄好汉 这种事情传扬出去 你丐帮帮主有何颜面行走江湖 嗯 你们武当跟华晒 又高明到什么地方 冷漠是我们丐帮所抓到的 要不是你们进来缴货 那个小魔头早就已经死掉了 笑话 就走小魔头的 是盲山派 可不是我们武当 也不是我们华晒 丐帮既然有本事 为什么还拦不住那古之华 是啊 听说丐帮的捉狗阵 任凭武功再高的人 也难以脱身 可是今日呢 还不是眼睁睁了给跑了 你们武当华晒 又好哪去了 给人家打了一个巴掌 最后连人影都没瞧见 对待 臭药犯 跟你拼了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 三位施主请恕老衲无礼 见过空文大士 民众武林盟友 不要为了一点小事情伤了彼此的和气 请看在老衲的脖面上 大家握手言和如何 空文大士 民众武林 人人敬仰 我丐帮不敢不领教诲 多谢义帮主赞美之词 不知道武当派的朋友意下如何 既然大士出面 也没什么好争的 各位武林朋友所争执的是不是孟家宝的冷漠 大士 你都知道了 虽然孟家宝做个多端 天理难容 但血身之躯那上苍所思 老衲到了孟家宝 眼见满地的尸首 血流长渠 老衲于心不忍 就为孟家宝的亡魂做了一场法事 听说冷漠是孟家宝唯一的活口 但是他也不认为 大士 杀我丐帮弟子的就是他 还有我们武当 华山 峨眉 诸位掌门也都死在他的手上 这些老衲清楚得很 大士 如今盲山派那个武之华为虎作娼 应将冷漠带走 大士 他根本就是老魔之女 所以他当然帮他了 大士 那个妖女武功高的可怕 是吧 你看如何是好 不如请大士出面 请天山派的唐大侠主持阵营 向盲山派要人 对 要是那妖女不肯 咱们就联手 灭了他盲山派 免得盲山派日后沦为魔道 为害武灵 天山派唐大侠闭关修道不问世事 要请他出山恐怕是很难了 唐大侠如果不出面的话 那就请大师做主 敬讨王山 对 好主意 冷漠 是你啊 在想什么 想得这么入神 没有啊 我只是在看这些花草 这园子里的花草 都是最平凡的 并没有什么珍贵特别的品种啊 可是在我觉得 这些花草就很独特 为什么 那从我懂事以来 就一直待在孟家堡 一个四处布满冰雪 岩石 和杀人机关的地方 从来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些鲜花绿叶 我不知道 他们这么美 看到这些花草 我的心里 就好像得到一股平静 一种满足 就算现在死了 我也没什么好遗憾了 你为什么时时刻刻 都想到死呢 我本来就是一个 早就该死的人 不是吗 你看我这双手 沾满了血 许多无辜人的鲜血 因为我的残忍 沾满在这双手上面 这些鲜血 包含了多少人的悲哀 凄惨 和对我的怨恨 我想了很久 只有用我的血 才能洗尽他们的泪 死 是最简单不过的事 可是死却不能解决一切 要保存有用之身 为武林行侠仗义 以弥补以往的过错 我没有这么伟大 行侠仗义 像我这样残废之躯的人 有什么资格再行侠仗义呢 我现在只想再等到我师父回来 再见他一面 就死 掌门 掌门 不好了 他 他们呢 来了好多人呢 凌儿 这些人上了盲山可有败铁 骑兵掌门 没有败铁 那怎么没有人拦着他们呢 找盲山的礼数上山 掌门 他们人多势众 咱们山下的弟子根本拦都拦不住啊 这么说 我们盲山岂不成了酒司客栈 任他们来去自如 难道这里边就没有一个人懂得理数 看来啊 也真是如此了 你们两个一拉一拉唱 算什么东西 平儿 咱们可有养狗 掌门 咱们可没养狗啊 哼 这就怪了 我怎么听到一只狗在乱叫呢 掌门啊 一定是山下跑上来的野狗 说不定还是只赖皮狗呢 你 不掌门老纳空文 空文大师 志华素来久仰您是个得道高僧 怎么 大师也跟这些莽撞之徒为伍吗 死妖女 死到临头你还敢拖大 赶快交出冷漠 否则扫皮你这盲山派 皮你 难道那天挨了一巴掌 还没有学乖 古长安 老纳受各大文派所托 前来芒山 失礼之处还望好下 不过昔日冷漠的所作所为 天理难容 还请掌门维护武林同道的正义 武林正义 当初我开山立派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哪一件不是顾及武林道义 那你窝藏冷漠 就是与武林为敌 当初回我芒山门墙 祝我芒山子弟 冷漠也有份 我留他在芒山也有错吗 昆文大师 请您评评礼 这 还是请鼓掌们交出冷漠 这话如果不答应呢 看来老衲只好得罪了 久闻少林大立金刚纸 是武林绝学 大师 请赐教 你练成了玄女心经 大事成浪了 冷漠 冷漠 冷漠一个废物 死不足洗 然而连累芒山 背负武林宫顶之罪 冷漠寝食难安 相救之恩 容我来生再报 人之将死 齐言也善 杀害令氏白玉侠之真正凶手 乃是曹锦文 好香 好香啊 嘿嘿嘿嘿嘿嘿 快来啊 鱼好了 吃鱼哟 来吃鱼啊 好啊 我再拿酒啊 哎 这两坛酒 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你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 我真的不想太冒险 说实在话 我现在好害怕 我怕得连勇气都没有啊 傻瓜 有我在 你怕什么 世姨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 你得答应我 无论情况有多坏 有多糟 你都不能扔下我一个人 就算是死 说什么傻话 你不会死 我也不会死 我们会一起离开这里 回到中原 不 回到彩虹岛 彩虹岛啊 那儿的风景 比这儿可是要美多了 那儿鸟语花香 有溪流 有瀑布 你还没有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不会扔下你一个人不管 李儿 女儿 女儿 快来吃鱼啊 我们出去吧 今天非把她灌得大醉不可 走吧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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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没喝过这么好的酒了 人生隔夜须尽欢 莫使金尊空对月 对 说得对 你很有学问 来来来再喝再喝 来 你怎么不喝 我 不行 我一个人喝酒不行 有什么意思 你得喝 爹 他不能喝酒 胡说 男子汉大丈夫 哪有不会喝酒呢 不喝酒也得喝 好好好 那我喝啊 少喝点 女生相怪啊 你看我这女儿不帮着我 反而帮着你呀 女儿啊 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小子 我不管你当什么官儿 就是仙台爷也好 你只要喝下这三碗酒啊 那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了 好 那我喝三大碗 你也得喝三大碗 我 我就喝着一坛子 好啊 你 摁 龙腾狐悦 把乎堯 衣衬 意把上和上就笑 事让英雄说台刀 太行老貌 成立笋 别睡 再起来喝酒 我睡了 老孟 老孟 你干什么 杀了他 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 你忘了 他身上有北明神功护着 你根本杀不死他 万一他醒来 我们就完蛋了 那怎么办 趁现在逃啊 你忘了 我告诉过你找到一个很隐名的地方 你可以专心地在那儿练功啊 快走了 干什么 想乖我女儿走 进了个夹缝就安全了 快进去 就安全了 快进去 你也进来 你先进去吧 快 往哪儿走 抓紧 别放手啊 盛南 盛南 我进不去 你放手啊 帮我 盛南 你咋应过我 不会扔下我一个人的 你咋应过呢 盛南 我进不去了 你自己也要照顾自己了 我 盛南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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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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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姨 世姨 你答应过我的 要带我到彩虹岛去的 你答应过我 却不是想我一个人 你骗我 你骗我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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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他 打死他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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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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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什么 师父 难道你不认得我了 我叫牛鬼蛇神 猪狗不如 不叫师父 原来是个疯子 真倒霉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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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不走啊 师父 我是您的徒儿冷漠 冷漠 你就是冷漠 是啊 冷漠 是谁啊 是谁啊 应如街游下 为木工从无际 仰刚发为甲 应如举为提音 按照白马 煞秒如流星 哈哈哈 师父 师父 好 起来吧 今日乃本邦 祭师大典 按说 我们理应 提着梦神通 和冷漠的人头 来当县令 以告慰先父 在天之灵 恨只恨 冷漠已被魔头之女救走 而梦神通 这个老魔头 至今人生死不明 何香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特地来吊丧的 吊丧 我看你是巴上来打乱的 老实说 你到底什么来意 只怕我说了 你们也听不到 你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吧 我是特地来吊丧的 吊的就是他们的丧 难民来 慢点 少帮主 你到底是谁 你为何选在我丐帮济师大典上 杀我四大长老 义汉云 现在你知道老夫的厉害了吧 你 老夫不陪你们玩 这个人会不会是 你是说 梦神通 炎烟烈火灼兵闭 左阴右阳心如鸣 不对 不对 应该是 左阴右阳心如鸣 炎烈火灼兵闭 臭小子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我 你是不是想要谋害我 师父 弟子怎么敢呢 不敢 为什么老跟着我 我 你干什么 说 我 我是想带师父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冰雪盐 冰雪盐 孟家宝的冰雪盐呢 孟家宝的冰雪盐 那什么地方 师父 告诉过你 我不叫师父 我叫牛鬼蛇神 猪狗不如 师父 你不叫牛鬼蛇神 猪狗不如 你是梦神通 我叫牛鬼蛇神通 孟神通 师父 你是孟家宝的孟神通 孟宝主 你的修罗音煞工 是当今武林 无人能敌的 江湖上的人 只要一听到你孟神通 各个莫不闻风丧怠 不对 我不会武功 我也不叫孟神通 师父 主考不要啰嗦 可是 别再啰嗦 我一掌批了你 说 你们四大人派在此聚集 到底有什么系统 我们 我们上天山来 求唐晓兰为我们主持公道 主持公道 主持什么公道 魔头之女 古之华 少留冷漠 蓄意与武林为敌 天山派是武林盟主 他们不能撒手不管 只怕唐晓兰想管 也管不了了 你 你究竟是谁 告诉你 我孟神通一旦回到中原 就算全天下武林 也都不放在眼里 我孟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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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尼鬼蛇神 猪狗不容 这边的鸡都是人家饲养的 你这样做 等于是窃盗 什么窃盗 我在荒岛上肚子饿了 想吃什么我就抓什么 什么叫窃盗 可是那是在荒岛上 这里可是中原呢 你这臭小子 你居然敢管起我来了 师父 诸好 以后不准叫我师父 是 牛鬼蛇神 猪狗不如 那你说 那用什么方法 能把我这肚子填饱 而不算切到 这 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 怎么在我家门前徘徊呢 对不起 我们师徒二人 有事路过此地 因为一时度过难哀 正想上门向您求顿温饱呢 这倒容易 跟我进来吧 可是 怎么了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银两啊 他真的是你师父 我不叫师父 我叫牛鬼蛇神 猪狗不如 原来他少疯了 不过 我师父他不会伤人的 我看这样吧 我家里还有一些剩菜 你们就将就将就吧 谢谢 师父 咱们进去吧 嗯 嗯 嗯 进来 师妹 山峰上新开了几朵雪莲 要不要我陪你去看看 不用了 你怎么老门在佛堂里 也不出去走动走动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总是懒洋洋的 对了 有件新鲜事 我倒可以说出来让你姐姐妹 什么新鲜事 大厅上来了几位客人 你猜他们是谁 是谁 少林寺的空文大师 以及丐帮的帮主 易汉云 还有各大门派的代表 哦 该不会是我林 又发生什么大事 可不是吗 咱们天山好像世外桃源 江湖上却早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 那江湖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丐帮四大长老被杀 各大门派为谷之华收留冷漠之势 前来我们天山 求我们师父主持公道 在路途中一遭人拦阻恐吓 这人有这样的事 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这么大胆 据说是同一个人 这个人虽然蒙着脸 可是听他的口气 好像是梦神通 而且在各大门派的面前 他也自称是梦神通 这人虽然是梦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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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死人就是梦神通 那他为何要蒙面 这 可是他打伤了我之后 他明明在场向各大门派说 他就是梦神通 是啊是啊 还是这么说的 尽管如此 但是小兰认为 处理此事不宜过分草率 那以唐大侠的意思是 小兰个人以为 在尚未查出这个蒙面人 是否就是梦神通之前 最好是按兵不动 以免落入奸人的轨迹 可是 陈蒙各位谈爱 要小兰代表各位 与梦神通决一死战 这是小兰的荣幸 绝对没有半点推脱 如果各位能证实 那个蒙面人就是梦神通 即使他能活着 从玄火岛回来 那也就是 他已练成了北明神功 小兰也会与各位并肩全力以赴 绝对义无反过 好 就凭唐大侠一句话 我少林首先暂缓围剿这个蒙面人 我丐帮也同意这样做 我武当爷答应 对对对 我武当爷答应 别让我交代你的事情都办好了没有 回父王特使的话 事情都办好了 曹锦儿已经赶到白玉山庄去准备一切了 嗯 很好 我只是不明白 你不让我们回大理 就让我们赶往白玉山庄 是何道理 这件事情你暂时不用管 到时候自然会告诉你 是 曹锦儿呢 不知道 你 你找曹锦儿干什么 他是我盲山派的叛徒 我今天非杀他不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住口 他不但是杀我师父的元凶 还害得我好惨 我要是不杀他 岂不是对不起我师父在天之灵 那是你们盲山派的家务事与我何干呢 说 曹锦儿到底在哪里 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你说是不说 很抱歉 无可奉告 好 走 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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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王特使大驾 免礼 谢父王特使 尹彪 孟神通现在原在中原 你知道吗 什么 你是说孟神通已经活着从玄花岛回来了 这怎么可能 不过你放心 目前虽然我还不知道原因 但他似乎已经疯了 疯了 疯了最好 这倒给我大力一个独霸武林的机会 你是说 由于我的暗中搅局 目前各大门派已经对孟神通的重返中原 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恐慌 接下来只要我们能逮住孟神通 不怕天下武林不听命于我大力 那我明白了 你是想以孟神通为耳 引诱各大门派鱼蚌相争我们在渔翁得利 对不对 不错 不错 问题是如何才能带出孟神通呢 这还不简单 既然孟神通已经疯了 只要我们两个联手出击 不怕孟神通不乖乖地束手就擒 那你就错了 疯子发狠如猛狮 如果硬拼 难保没有死伤 不如智取 这个智取 当然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把它引进我们白云山状 这我有办法 我可以找曹景儿易容成谷之华 孟神通在临去玄火岛之前 最感到爆汗的是 古之华不肯与他妇女相认 好是好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古之华毕竟是孟神通的晚辈 想让孟神通听命于他 恐怕会有点困难 最好是想出一个比古之华 更容易亲近孟神通的人 是 比古之华 更容易亲近孟神通的亲人 有了 谁 孟神通死去的老婆英九娘 是九娘 是九娘 是我 九娘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 真的是我神通 没有想到 离别了二十年 我还能够再见到你 九娘啊 这二十年我无时无刻不再想念你的 我也是一样神通 骗人 你早跟那野男人跑了 根本就没想见我 是谁说的 玄火岛的县太爷说的 玄火岛上的县太爷 你说 你是不是跟那野男人跑了 冤枉啊 神通 如果真的跟野男人跑了 我现在哪有脸在这见你呢 你真的没有骗我 我真的没有骗你 神通 我们二十年的父亲 难道 你还不相信我吗 九娘 这几十年来 我亏欠你们母女的太多了 神通 快别这么说 我不怪你 我一点都不怪你 冰儿了 这冰儿跑哪去了 冰儿 古之华啊 古之华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敢假冒我师娘 欺骗我师父 你 你这臭小子 你要干什么 师父 师娘早就死了 师娘当年是死在 古正鹏 易仲谋 白秋霜 和京城三峡的手中 难道您忘了 师父 他要是英九娘的话 怎么还会这么年轻呢 胡说 我不是你师父 我老婆英九娘 活活地站在我面前 怎么会死 难道说你眼睛瞎了 师父 不 猪狗不如 此刻站在你面前的不是英九娘 他一定是假冒的 他一定是另有企图或是阴谋 住口 师父 你杀了他 师父 就算你杀了我 你还是我师父 我没有骗你 师父 神通 你杀了他 你杀了他吗 师父 神通 你 英九娘 我实在下不了手 他在你面前污蔑我 对我这般无礼 你居然还不杀了他 神通 你说 你眼底到底有没有我这个英九娘 英九娘 你不要生气 我不是不尊重你 实在是这个臭小子 一路上对我实在太好了 口口声声喊我师父 一路上照顾我 给我吃东西 我实在下不了手 好 既然这样 那我走好了 九娘 不要这样 那你说 你心里到底是要我 还是要他 我 你说话 我两个都要 你 臭小子 你给我听清楚 以后不许你再侮辱我老婆 说他是假的 要不然我就绝不饶你 是你 师妹 你的天山剑法 会有进一步吗 师妹过奖了 方才师妹施展的是什么招式 好熟悉啊 就是一直想不起来 我不告诉你 该不会是师父一直在找寻传人的少阳神功吧 我问你 我问你 关于孟神通重现江湖的事 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啊 目前还没有 怎么 你怎么突然对孟神通感到兴趣 我是在想 既然孟神通可以活着回来 那 那小狮子他应该不会死才对 师妹 难道说师哥半年多 你还一直惦记着金师姨吗 忠师哥 我知道这半年来 你对我很好 可是我就是无法忘记小师父 既然这样 那 那我再向掌门师兄 打听打听孟神通的消息 谢谢你啊 忠师哥 你们俩干什么 他企图非礼我 师父 我 我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了 你俩 你俩 好了 九娘 不要再哭了 不要再哭了 好不好 都是你了 不杀他也就算了 还非要把他留在身边不可 我怎么知道他是这么个人面兽心的卫君子 我早知道我这听你的话一掌不能毙了 那现在 你该不会不听我的话了吧 从今以后一切都听你的 一切都听你的 好 那好 不要你现在就带我离开这个客栈 离开这客栈 到这去 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 那里山明水秀 好比世外桃源 正适合我们两个 共度余生 相依为伴 真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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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回来干什么 我是来找你们掌门谷之华的 我们掌门不在 那 慢着 你找我们掌门有什么事 这不关你的事 住手 陈建掌门 退下 是 你既然不告而别 又回来做什么呢 我 我不是怪你回来盲山找我 而是觉得你不该平白遭受这样的毒打 而我却碍于掌门的名位 不能帮着别人 跟自己的弟子反目 替你讨回公道 谢谢你这番心意 我这次上盲山来 是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我师父梦神通 他从悬火岛回来了 静静地看你 好是看天蓝天 从无事 踩着我万里准我万里遥 沙漠地望你 如同王山 青山离我千里远 悄悄的向你 看看蓝天 即使找到上天平 痴痴的等你 往往情商 让我盼到你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